各位,我是林志達律師Anthony 今年收到Wedding Magazine頒發Wedding Award 2016升級婚姻監禮人大獎,感到非常之榮幸 能夠連續第五年得到這個獎項,亦在婚姻監禮界別裡唯一一個律師得到這個獎項 感到特別開心,亦代表著我得到業界的肯定 今年我繼續繼承著我去年的優勢,亦都捧著一個衛生人打造一個完美婚禮的心態 得到攝影師、化妝師和業內更多場地的同事們爭相找我為他們證婚 這亦代表著我得到業界的認同 不過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今年成功繼續得到不少的酒店和場地 視我為他們的唯一合作夥伴 這個努力成果絕對是得來不易的 亦代表著我精益求精,服務社會,服務新人 以達到他們一個完美婚禮的一個成就 我好高興在2014年得到無線電視節目 兄弟幫的兩位主持人 阿波、林成斌先生和Ricky、范振峰先生的訪問 當我在節目內容指出 原來一個律師的說話非常之重要 因為好的說話、漂亮的儀式是不會有人贊 但當你措辭粗皮或儀式有些瑕疵的話 被人彈一洗 在節目內亦都向所有的市民指出 原來一句漂亮的說話 You may now kiss the bride 可以令到嘉賓覺得感覺溫馨 反而過之一句說話 你可以嘴失能指 你可以疼失能指 你可以疼失能指 可以令到嘉賓感覺粗皮 好高興在去年2015年 我得到不少的攝影師和攝錄師的協助和支持底下 成功打造我的signature statement 譬如說在儀式完成的時候 我會以一句 by the power vested in me and now pronounce them husband and wife and may introduce the world for the first time Mr. and Mrs. Chen 作為我儀式結尾的一句說話 這句說話得到市場的認受 亦都代表著優質婚禮的新定標 所以我們要去跟規定 摸到了晚點